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亏的只剩下3万被老怕强行拿走 2009年初用工资把负债全部还清 此时仅剩下3000元人民币开始重新炒股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工资稳定的收入的重要性了 在股票还不能稳定盈利的时候 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可以不断的给你的账户充值 否则只有破产一条路了 所以这里建议还不能稳定的朋友 不要盲目的职业做股票 缺少了工资提供的活跃流动资金 一旦失败 职业不可承受之重啊 这时乔帮主思考的问题是 如何3000元赚回24万 对 你没有看错 就是24万 股票打败了帮主的账户 但是并没有打败帮主那颗天之骄子的野心 但是呢 股票这个钱到底该怎么赚呢 此时的帮主还是一脸茫然 降龙十八掌还处在浅龙在冤这个阶段 2010年的时候 在网上闲逛的时候 听说天涯的独孤一见 天天晒账户和交干担 半年时间就从20万赚到了200万 无融资半年失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无一给3000赚24万 提供了一个止路明灯 从那以后呢 帮主每天收盘15.03分 准时刷新独孤一见的帖子 成为了他的铁杆粉丝 其实他并不见谷 也不说出路 相当于鱼和鱼全部都没有 只有交割单 但是有着就够了 相当于告诉帮主 鱼糖在哪里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相信独孤一见是真实的 还各种奚落帮主傻貌 交割单软件 淘宝到处都是 人家PS10倍还是少的 想的话可以直接PS100倍呢 当时除了帮主一个人 身边99%的人都对独孤一见毫无兴趣 但帮主的思维完全不一样 股票这个东西又不是拼体力 拼的是脑力 凭什么别人能做到的事情 帮主却做不到 从这里可以看出 帮主确实不谋于众 而股票市场很多时候确实需要逆向思维 其实帮主和独孤一见 选股完全不同 一个是热门股 一个是冷门股 模式也完全不同 一个是半路一个是低吸 可以说独孤一见在思路方面 对帮主没有任何帮助 但是他告诉了超短线这个鱼塘 剩下的鱼和鱼帮主自己来搞定 还是那句话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乔帮主之所以能成功进击游资 是因为看到了独孤一见的榜样 养家当年能进击游资 是因为看到了阿斯肯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作为最绰的星星之火 在无社果亏损与不甘的夜晚 指引着向前的方向 鲁迅曾说过 世上本无路 走的人多了就有了 以上是巧包主传的第二节 北大才子 偶入古海 套信用卡 只剩三千 心有不甘 寻到天涯 独孤一见 指明方向 无鱼无鱼 鱼塘足矣 榜样力量 无穷无均 江湖路远 山高水长 本期到此结束 下周再会 乔帮主传第三集 踏入短线黄埔军要 从此潜龙再渊 到龙战渔野 我们后会有期